北京时间6月17日 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将如期上演 八分之一决赛遭到重创的中国羽毛球队 只有四人杀进本届赛事的半决赛 包括两队混双 一个男单及一个女单 夺冠前景已经非常暗淡 只能将希望寄托在人困马乏的雅思组合身上 多半会重蹈新马泰的覆辙 两队混双有存 但半决赛会展开内战 好消息是能保证一队进入决赛 坏消息是中国队进入决赛获得亚军的机会又少了一半 雅思组合还能撑起国语的遮羞布吗 男单 李时锋仍在前进的路上 只不过 半决赛的对手 是李时锋已经三连败的京廷 最近的一次 是在一周前的新加坡 这一次 李时锋能过关吗 男 女单 陈宇飞的对手是强大的安喜营 虽然之前的苏迪曼碑刚刚战胜过对手 但那场比赛有很多的场外因素 论实力 陈宇飞的迎面恐怕连二成都不到 而男双 女双 半决赛前 以全军覆没 梁王组合和凡尘组合都输得不明不白 而这 恐怕也是中国羽球走下神坛 走向没落的最显见的原因 自古云 创业难 手业更难 向之国语 挥拍大沙四方 奥遇囊阔五贯 今之国语 四面楚歌 一贯难求 放眼世界 对手在进步 而我们 在内讧 在挣扎 国语之未来 已经是如雷卵 大沙将青 为之友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将人才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